这是一栋办公大楼之中的商务电梯 此时她正悬停在半空中 电梯里困着一男一女 心情早已糟糕透顶 尤其是女孩她刚刚喝了瓶水 早已感觉到了膀胱传来的窘迫信号 奈何自己没法出去只能趴在地上 双腿站站强行憋着 那么女孩为啥会被困电梯之中呢 这还要从女孩的工作习惯说起 从小就热爱学习精力旺盛的玛丽 踏入社会后也保持着每天最晚离开公司的习惯 这天晚上玛丽等到所有同事都已经下班离开 她这才收拾好自己的东西 拿上早就买好的机票 准备趁着三天小长假去找前男友复合 她跟往常一样淡定的走进49楼的电梯口 紧接着电梯到42楼的时候 一身笔挺西装的男主也带着行李走进了电梯 原本以为电梯会跟往常一样直接停在地下车库 谁曾想电梯卸在4楼的时候 咔嚓一声停了下来 男主赶紧按下电梯的紧急沟通按钮 结果喊了半天根本没有人回应 紧接着他们俩人又开始对着摄像头挥手 试图让保安看到他们现在的窘况 结果比划了半天一点反应都没有 这下俩人彻底绝望了 很显然本该待在保安室里的值班人员并不在 而电梯里俩人的手机都没有信号 商务电梯的隔音效果又超级棒 就算他们喊破喉咙也不会有人听见 好在男主知道 一般商务电梯的顶部都会留有一个逃生口 可惜电梯的天花板太高 他蹦了半天也够不到 好在玛丽的体重并不算沉 男主和玛丽一商量 选择了用叠罗汉的方式打开逃生口 奈何玛丽是个机械白痴 他在天花板上摸索了半天 除了手背划伤以外 没有任何收获 没办法 男主只能把玛丽放下来 俩人绝望的坐在了地板上 静静的等待时间过去 为了打发时间 男主开始主动尬聊 甚至还绅士的递给玛丽一瓶矿泉水 这瓶矿泉水顿时给男主加了不少分 玛丽的脸上重新露出笑容 他们聊起可能的获救时间 根据大厦安保情况 他们一定会等到周末假期结束才能回来 也就是说 他们俩人很可能要在电梯里待上80个小时 想到这里 玛丽就觉得尿意上涌 可能是出门前喝了太多咖啡 此时他甚至憋得双手搭头扒在了地上 眼看着两腿不受控制的站站起来 男主终于开口表示 自己可以背过身站在角落里 假装在听音乐 玛丽实在是没招了 终于点点头接受了这个方案 她蹲到另一个角落 拿出了自己的保温杯 终于忍耐着羞耻将和日下 在密闭的空间里做了这样一件事 很快拉近了两人的距离 两人开始玩起丢糖果的游戏 聊天的内容也越来越私密 男主觉得时机差不多了 干脆开了手里这瓶准备送给客户的红酒 两人就这样一人一口喝了起来 一瓶红酒下肚 两人都有了一丝醉意 男主借着酒精向玛丽表白 说他早就注意到玛丽 并且十分欣赏她 两人甚至还互相画了对方的画像 拍下照片准备出去换成微信头像 接下来两人还玩起了真心话大冒险的游戏 在真心话的前提下 聊的话题也就越来越开放 气氛也渐渐暧昧起来 只见男主一脸深情的走向玛丽 对着她亲吻起来 玛丽也毫不含糊 立马就抱住男主 两人在电梯里度过了没羞没臊的一晚 眼看着两人的关系 就要从陌生人转变成了小情侣 可随后玛丽的态度 却发生了180度的转变 她一脸严肃地告诉男主 自己本来计划坐飞机去找前男友 给她一个情人节惊喜 以便能破镜重圆 今晚他们发生的事情 只不过是一时冲动 两人本来也互不了解 不如就把这一切当成一夜情 明天出了门 大家谁都不认识谁 听到这里 男主急眼了 慌乱之下 她试图用自己的诚实感动玛丽 于是说出了自己的真实身份 那就是大厦的保安 而她也不是第一次见到玛丽 她其实通过监控 暗中观察玛丽已经一个多月 心里喜欢玛丽 但是却不敢表达 于是她处心积虑地 设计了这个电梯偶遇的戏码 就是为了跟玛丽发生关系 谁整想就在她觉得 自己已经成功的时候 玛丽却翻脸不认人 说话间 她还拿出了电梯控制钥匙 插进了锁眼 表示随时可以把玛丽放出来 此时的玛丽听完男主的这番告白后 心中的美好幻想全部被击碎 她无法接受自己 竟跟小保安发生关系的事实 嘶吼着表示 一出去就要告男主强奸 让她把牢底坐穿 听到这里 男主哪还能放她出去 直接一伸手抱住了玛丽 玛丽拼命挣扎之下 竟一脚踹断了这把钥匙 这下俩人彻底被困在了电梯里 急火攻心之下 玛丽战斗力大增 她抄袭自己的玛丁靴 狠狠地砸在了男主的脑袋上 没有准备的男主被砸倒在地 可她在昏倒前也揪住玛丽的头发 将她当场砸晕 就这样 俩人躺在电梯里昏迷了几个小时 等到玛丽挣扎着睁开眼 她发现男主早就醒了过来 此时正无聊地坐在地上玩行李 她发现玛丽已经醒过来后 男主终于露出了本来面目 她告诉玛丽 自己早就跟值班保安换了班 小长假结束之前 根本不可能有人来公司 既然玛丽这么绝情要控告自己 那么她还不如先发制人干掉玛丽 这句话一说完 男主就冲了过来 直接掐住了玛丽的脖子 幸亏此时的她仍保有一丝理智 掐了片刻后 她还是放开了手 直接对着电梯门砸了起来 发泄自己的情绪 在重新恢复平静后 男主又试图重新跟玛丽和解 她坐在了玛丽身旁 擅自拆开了玛丽 准备送给前男友的雪茄 一边抽雪茄 一边向玛丽道歉 此时的玛丽也想明白了前因后果 为了自己的安全 她不再放狠话 只是默默地坐在角落里瑟瑟发抖 看到玛丽根本不回应自己 暴脾气的男主再次怒火中烧 她拿起被玛丽当尿壶的不锈钢保温杯 对着电梯侧面的灯带一通猛敲 无意间 她看到了电梯灯带的板子 都是卡槽结构 顿时她有了一个大胆的猜测 说不定电梯的天花板 也是这样的一个结构呢 想到这里 男主赶紧发着电梯侧面的缝隙 用保温杯对着天花板一通敲 结果真的打开了盖板 露出了一个大洞 可惜仅凭男主的身高 根本没法从这个大洞爬出去 于是她想让玛丽架自己上去 她出去以后再想办法解救玛丽 玛丽毕竟是名牌大学毕业的高材生 关键时刻 她斩钉截铁地表示自己身板太弱 根本不可能把男主扛起来 不如男主把自己扛起来 她爬出去后一定喊人来拯救男主 眼看男主陷入思考 玛丽赶紧承诺 自己出去后绝对不会起诉男主 甚至还会考虑跟男主一起出去度个假 培养一下感情 男主被玛丽描绘的美好未来打动 竟然真的把玛丽扛了上去 结果玛丽刚刚爬出电梯 就迫不及待地对着男主比了个终止 很显然 之前她说的承诺 不过是暂时哄住男主的谎言 男主气得原地蹦了三蹦 肾上腺素快速分泌之下 竟然想到了新的办法 她用自己的衬衣和外套当绳子 硬是一个人爬上了电梯口 虽说玛丽此时已经爬了几米远 可男主毕竟是个强壮的青年 两人向上爬了十几米 玛丽就被男主追上 两人在狭窄的电梯井中一吐扭打 一不小心就抱团掉落了下去 两人双双又晕了过去 好在这一次是玛丽率先清醒过来 她直接拿着衣服当绳子 把男主捆了起来 紧接着又用打火机点燃纸张 引发了灭火报警器 这下消防局已经接到报警 不久后他们就能获救了 在等待消防员的时间里 男主为了固定证据 拿出手机对准了男主 开始质问男主 为何不用正常手段追求自己 男主沮丧的解释 说自己之前也是科技公司的高管 结果因为一次醉驾 将车开出了高架 坐在副驾驶的女同事 因此领了盒饭 她被判入狱 因为入狱的经历 她再也没法找到合适的工作 眼看着积蓄坐吃山空 她只能暂时找了个保安工作 养家糊口 也知道玛丽不可能看上一个穷保安 因此才设计了之前的情节 把自己包装成公司白领 想要拿下玛丽 万万没想到 最后被玛丽拉下了 恰好一名休假的保安 带着女友回公司找男主玩 她意外发现 电梯里困着了两人后 赶紧带着钥匙 跑到了他们所在的楼层 她用撬棍撬开电梯门 才发现电梯停在了一半的位置 于是她把钥匙丢了进去 让玛丽自己启动电梯 结果这时候 男主自己解开了绳子 她一把扑倒了玛丽 又装作不会使用钥匙 请保安进来帮他们启动 结果保安刚刚爬了一半 她却启动了电梯 生生把保安挤成了两节 紧接着 男主打晕了玛丽 将他扔进自己的后备箱 回到电梯里开始清理痕迹 处理掉保安的尸体 最后 他换上了保安制服 跑到监控室 开始删除今晚的监控录像 恰好保安的女友等得不耐烦 跑过来询问男友的下落 男主自然是一不做二不休 直接干掉了保安的女友 将他的尸体和保安放到了一起 处理好一切痕迹后 男主这才开车 载着玛丽去了郊区 他在一个垃圾桶中 倒上了汽油 转过身 打开后备箱 准备毁尸灭迹 结果却发现 玛丽已经嘴歪眼斜 领了盒饭 男主叹了一口气 转身准备先把其他东西丢进去 就在他准备搬动玛丽尸体的时候 玛丽却忽然坐起来 用汽油桶打断了男主的鼻子 紧接着 玛丽冲上汽车 一脚油门洋场而去 眼看着玛丽即将逃脱 男主只能站在原地 焦急的破口大骂 结果玛丽的车真的停了下来 随后快速后退 眼看着汽车撞了过来 男主只能转身跳进了垃圾桶 而汽车则把垃圾桶整个撞扁 男主当场被撞断十几根骨头 就此玛丽仍不满足 他点燃的男主抽剩下的雪茄 直接丢进了垃圾桶 就这样 利用男主的汽油 当场烧死了男主 至此全剧中 剧情中90%的镜头 都发生在小小的电梯之中 就是在这方寸之间 导演却利用巧妙的情节设置 始终紧紧抓住观众的眼睛 在剧情发生多次反转后 这才交代出所有的前因后果 女主最后反杀凶手的行动 也向大家昭示了 现代社会女性不再是男人的玩物 如果还用老观点对待女性 被反杀的可能就是你哦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